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上圣神为妙法 不且万劫难遭遇 无尽皆晚得受止 佛心见何得受止 用者如来证色衣 愿意不来证习 今天讲的是《再五环》 《这读如相应》 继五佛七十二经 《再五环经》由《一清读经》 佛徒讲的对象有四种之子 就是比丘比丘尼 再叫男居士 女居士 经理讲的《这读如相应》 《这读如相应》 《这读如相应》是一位居士 在佛教之中 我们讲《塞尼佛》 《智慧之业》 《比丘尼》是《灵化色》 《智慧之业》 《这个在佛教之业》 《这个在佛教之业》 《也是很有智慧》 《这位自读如呢》 就是在家具是具有智慧的一位藏者 他懂得佛法很多 但平常懂得佛法了 就是要读听文 或者读思维佛教的景意 比如听佛讲过了 或者听高尚大德讲过了 他能吸收 同时还读思维 你要了解读了以后 关于佛教的道理 你就是没有听佛讲过 他都可以解释 比如沈利波 他有的时候听佛说法 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听佛说法 但是他可以代表佛讲法 这就是平常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把下读文 你一定智慧很高 所以这位自读奴呢 他很有智慧 他就是没有每一支挺佛讲经 他讲佛法的这个道理 他都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这道路是因为这家居士 经理这一个经讲的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这个表 最后加了一个表 这个奖心上也有 我们人啊 这佛教讲有六根 讲到在社会上一般讲啊 我们人有五官 还有这个行李 行李的这个支架 伏教叫做六根 这个六根呢 就是说 我们有眼睛 耳朵 鼻子 吸头 神奇 可以记错外面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境界 比如说我们眼睛可以看东西 耳朵可以听声音 鼻子闻香 吸上味 神奇 有这个臭甲 就是五官乍用了 我们人以五官乍用 你正常 你就可以记错外面的这个境界 比如说我们眼睛正耳朵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你耳朵正常了 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这个外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 西乡啊 都是从我们这个佛教讲五根 或者加上行李 你只能认识 你讲我们人没有眼睛 或者眼睛瞎跳了 你不能看外面的东西 你耳朵浓了 你不能听外面的声音 所以我们这个六根是认识外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 也就是种种细相 也就是种种细相 今天这一部经讲的什么呢 就是除了我们人啊 有五根加上我们的行李 可以认识外面的境界 所以外面的这个境界啊 也使我们能够产生认识 你比如说你眼睛正耳朵 外面没有东西 给你看 你不会认识 外面没有声音 你耳朵徐印有 你听不出是这个声音 还是高 还是大 还是小 或者人家说话 还是骂你 还是教养你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六根 有了六根 你才可以认识外面种种 这个境界 种种的细相 这一部经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人有了六根 人是外面种种的细相 还是我们这个人啊 这个六根 有了这个外境的时候 还是我们这个 我们比这个外境熟化 或者说外面的这个境界 来引诱我们 你比如说你看到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可言 无呼吸 所以我们仍然产生烦恼 产生种种痛苦 是由于我们不能控制 我们这个六根 所以这个实际上讲起来 它讲的这个境 讲的利用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们这个六根 细扎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 我们仅仅说 有这个扎用 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我们不应当 比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 所细化 或者外面的这个境界 比如这个东西 有这个声音 好的这个味道 好的香 来引诱我们 这个中心 人生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痛苦呢 重要我们众生啊 产生这个贪心 我看到好的东西就呼吸 看到不好的我就讨厌 你就是爱通真啊 爱就是呼吸 真就是讨厌 这样呢 就产生烦恼 所以这一部经啊 它主要是讲的这个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表 这个六根 六根呢 就是讲的 恩根 儿根 鼻根 息根 生根 义根 这叫六根 这叫六根 为什么叫做根呢 根可以生长 比如说书某 华钞 要有根 我们人啊 假如有这个六根呢 就可以生长 我们对外面的这个 种种的境界认识 现在的名字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恩根 就叫做四架 儿根呢 叫做天架 对不对 儿根呢 叫做秀架 我们这个 什么味道都可以 西根呢 叫味架 你吃到好的 耸听苦难 你马上就知道 省息了 有臭架 你们说我这个省息 记错什么东西了 知道 比如碰到这个胶子 是恩里 碰到这个衣服了 是柔软的 记住这个空气 经历天气冷 天气液 或省息会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因为有六根 你才能记错这个外面的外境 这个义根呢 就是我们的心理乍用 就是指甲 你比如说我看到东西 我就认识 看到人 这个人是什么 这个人就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是我认识的 这个人是我不认识的 你马上会有一个指甲 就产生认识大用 所以佛教叫做六根 这个右边 右边里这个叫做六经 六经呢 就是一个十经 神经 响经 味经 促经 法经 这是佛法的名字 佛教叫做六经 其实六种细相 这六种细相呢 是我们六根书认识的 讲述作现在的名字呢 十经就指的 一切的物责 面面的散乎打击 微小的东西 最有无数看到的 是一句物责 圣经呢 我们就是指的这个声音 香味 这个香精 就是香味 佛教的这个味啊 这个香啊 我们 听到这个香 好像都是香味 但是佛法上讲 这个香啊 有种种的味 不好的味 也是味 不叫好的香 叫做好香 不好的香 叫做物香 物香就是阿嘎 我们叫做物 就是不好的香 它也是香 味道的味 我们吃东西 爽定苦难 只要我们洗豆 吃的东西 或者人 甜求我们一味 味道 错是感受 你结束了 马上就有感受 你碰到这个 很饥饿的东西 怕到你 你被整齿了 痛 你马上会产生感觉 这个饭饭 饭饭 就指的一切的东西 这个一切的东西 当我们了解了 它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异象 什么叫做异象呢 就是性的一个 属习性的一个象 这个我怎么形容呢 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个壁子 或者是小雪冰 小雪冰它是一个东西 但是你这个心里面 你看到它了 你心里面会生成一个 壁子的细相在你心里面 对不对 我认识它了 认识它 这个壁子是壁子 壁子是外境 但是我在这个心里面 我会产生一个认识的作用 在我心里 叫做异象 所以这一部经是讲的 就是讲的什么道理呢 我们人有六根 人是种种外面的 种种细相境界 现在我们这个人会产生痛苦 会产生残液 是什么由于呢 就是我们众生看到好的东西 听到好的声音 好的味道 好的香 好的感觉 你去生太阳 生太阳你就举求啊 我们人去举求不正 举求好的声音 好的声音 你举求不正当了 就产生痛苦啊 那又由于我们众生啊 下面讲啊 肥炎 细舍 就是我们这个岩根 我们岩根就是说 本来有堪力杂用 这个堪力杂用啊 它并不是护害 现在就是这样啊 还是我们岩根 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 所释发 花式释发的 又捆出那样的 肥色释然 也不是外面的这个境界 引诱我们 那怎么会产生痛苦呢 它下面就讲啊 云气中间 就是当我们岩根 看到这个外面的东西 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 你女性之中啊 生了贪心 好地去生贪 属于产生痛苦 这部经主要是讲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现在 这部经的主要内容讲过了 我们看这个经文 如是五文 亦是佛祖艾摩摩临终 与众多上诸彼求决 如是五文 其实五难卷在 这季节经历的时候 就是五难卷在讲 我曾经请日听佛 这样讲 如是这样讲 一时其实在佛徒讲这部经历 讲这部经历 讲这部经历 读你这个经历的时候 佛在什么地方呢 住在艾尔摩临中 就是住在一个艾尔摩临 这个艾尔摩临有人解释是蒙古临 有人解释是其他的书 这个是一个 由于众多上诸彼求剧 在这个大家在这个艾尔摩临的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彼求在一起 上诸彼求表示 尤其是这个比较老的 就是上诸 上诸彼求讲 据说却叫神灵遗伤 还有巨族的侠 有多的有下文的 这才能成为上诸 所以叫上诸彼求 其实很多彼求聚在一起 也就是佛讲这个经历的时候 在这个艾尔摩临这个地方 大家彼求聚会在一起 而是众多上诸彼求 就于是堂 上如是愣意 住卷愈意云和 为恩西摄妖 是西恩妖 如是儿生必想 习惟省畜义饭 为义书是法式义 而是就是佛读 这是个即将 众多上诸彼求 这是个很多彼求 聚会在这个 除了这个在阿摩临 在阿摩临之中 其中有一个食堂 食堂就是现在的吃饭的地方 等于现在普通人叫饭厅 我们佛教叫宰堂 比如我们佛教在厨房里面 叫宰堂 这是佛教的名词 我们叫食堂也可以 就是吃饭的地方 这如是草能 就是草能一件事情 在这个印度啊 从东南腰 我们讲食堂啊 不应可去吃饭 但是呢也可去讲不饭 为什么呢 因为南方天气一 他住的这个房子啊 从去没有冷冲气了 很多都没有墙壁的 就像一个亭子一样 这样大家住在那里 比较凉快啊 所以那个食堂呢 除了吃饭 他也是讲经书法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叫讲堂 所以这个讨论这个事情 讨论什么事情呢 主尊 这是个佛陀就问 其实你们嘎味 欲异与人和 你们有 这个意义怎么样 就是欲异与人和 佛陀就讲了 盐系色谣 是我们的这个盐 盐镜 盐根 或者说是我们的这种 世家 比外面境界熟化 你比如我们看到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可厌 这个东西不好 很讨厌 还是我们这个盐镜 并被外面熟西化了 是西盐 还是外面的这个 这个是指的 外面的这个东西 来引诱我们 西也是塑化了 它是外面的东西 来塑化我们 它是外面的东西 来引诱我们 意思是这样 这是与这个盐根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 耳根 壁根 西根 生根 还有一根 它讲六根 如是耳生 我们这个耳根 就是我们这个听家 听到外面的这个声音 属于叫做耳生 壁香 我们这个壁根 修家 是闻到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 不管是好的香 不好的香 都叫做香 细微 我们的细豆 是上种种的这个味道 是叫做细微 神臭 我们神臭是感臭的 你碰到什么东西 汗能 或者很柔软 那种种的这个 是叫做神臭 义饭 就是我们心里面 可以想到一切的东西 是叫义饭 饭就是这种种的东西 这个佛景里面 往往这个景门为了神 就是举前面的 举一个盐根 以后这个耳根 臭根 心根 身根 他就马上这个减量 因为意识是一样的 所以在讲 为意识法 叫 凡是我们这个心里面 意就是心 就是心意了 凡是我们这个心 比外面的这个境界细化 凡是外面的这个种种的东西 来引诱我们 细化我们 是这个 这一栋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都就问大家 我们前面讲 当时佛讲这个经历 是个狠独比丘 实际上还有居士在住 是这个 这个有一位居士 就是有智慧的这个居士 是这个路长得心有所应 并于并故景色 建筑上筑 不求继续食堂 即便请你做上筑造 你造一文言 现在就会讲它 论受活泛 其实释迦牟尼问这个大家比丘的时候 正好这是个有一位这个藏者 这位藏者呢叫做直赌路 藏者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看到老年人 特别有这个有机会 有智慧的人啊 我们都称了叫藏者 佛教徒就是有智慧 有财富 有道德 是佛教徒 佛教徒成为叫 一般讲叫藏者 你比如结果到藏者 很多这个 就是有身亡 名誉之位的信徒 成为藏者 这位直赌路的藏者 是很有智慧的一位藏者 心有所应 其实有事情 你比如我们今天来大家聚会 听经文范 好在大家聚会在这里 就不关大小的事情 心有所应 其实有事情 病故警赛 就是禁故 好在来到这个警赛 警赛就是腐死了 你比如我们这个叫余福师 你假如叫余福警赛也可以 静静名称不同 静赛就是佛教徒寺院 进入上座集会 进到很多长老比丘 在这个食堂聚会 老师 什么叫经有所应 经有所应 经有所应就是由私情 这个应就是 不管做什么事情了 或者什么私意了 这个再加就是一定有私意 私意就要紧盈啊 这个就是丹余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丹余这个意思 我们这个地方就丹余他 有事情要做 就禁锢这个警赛 进到这个 在这个食堂里面 进到很多这个上座比丘 就会在一起 即便请离主上座 这个长者是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进到这个上座比丘 甚至于请离比丘 都要离主 就是对三宝要共经 是不是 上离主上座座 这个座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人的这个两个家 不就要讲啊 聚共经的这个离经呢 就是无器偷器顶离 我们现在这个顶礼 大多数说 你进了出家人 离拜 进了佛 进了离拜 这印度啊 聚共经的 其实是 譬如你进了佛图罗 或者我们进了这个 高尚 是聚崇拜的 这个大的比丘了 他这个聚共经的 其实无器偷器 偷器人啊 用我的这个头 来集中 这个无手里边的人 能做 这个在这个 佛图的时代 甚至于现在的东南亚了 这种离家还是有 你比如说你对那一位 某一位这个长老 比丘特别共经 他去拜的时候 你只要除了对他拜 还要把这个头啊 靠近他的座 或者就碰到他的座 表示我一举共 举重要的这个头 那里边你的座 所以这个 其实像这个上祖离座 五致头子离拜 离拜了以后 离座以那个温 这个 这度的长者就问了 准在集会 食堂 能说何犯 你们高位这个长老 这个比丘 在食堂的聚会了 是讨论什么事情 犯 就是什么事情 好在讨论什么犯 犯 下面一段 祝上祖比丘大爷 长得无畏 五臣 请得 祭祀 食堂 咋如是嫩 恩 彼恩 食事 要 食事 要 如是 儿生 彼生 虚未 生畜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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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当时集会的 嘎尾比丘 就对这个 食堂路长者 说回到这个 食堂路长者 他说长者 长者就是成这个 食堂路了 他说我们现在 这个食堂的聚会了 是讨论这样的事情 是怎么样的事情 下面就说 毕严 食事要 食我们的这个 恩根 或者是 食我们的这个 食价 比这个外面的境界 比外面的这个物质 属细化 食事要 凡是外面的这个物质 来细化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东西的这个 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 只要我们有眼镜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现在 还是我们眼镜 细化外面的这种东西 也就是 用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面的东西 比他说实话 还是外面的这个境界 来细化我们 好在拥有我们 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说的这个恩根 下面说 下面说 儿生 必想 虚为 神仇 这四个他就把它讲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耳朵听声音 还是我们耳朵比外面的声音 来细化我们 是这样的一个讲 是这样的一个讲 虚为 当我们这个吸头 这个吃到东西 或是我们这个吸头 比外面的东西 比这个味道所细化 还是这个味道来细化我们 神仇 我们的神仇 去接触外面的这个 碰到 接触外面的这个东西了 或是我们这个 比这个外面的这个 这个外面这个 除接触的东西细化 还是外面我们接触的东西 来细化我们 所以这四个他就把它省掉了 就是现在说这个意根 意根就是我们的心意杂用 尾意细化 凡是我们这个心意 比外面的这个境界 种种的物质细化 凡是外面种种的这个物质 来细化我们 所以这一段是这样讲 张哲文言 主卷在语词一语文化说 这都张哲就问这个 嘎为比丘 主卷在里面嘎为比丘 对于这个 这一语文化说 还是六根 是这个外面的流经 还是外面的流经 细化我们这个 我们的心 这个意义 人或说 就是怎么样解释的意思 自己说就是怎么样解释 我们看现在看这都如张哲怎么样回答 张哲他祖为上祖愿 这个这都如张哲 去回答各位这个上祖愚求 入五一 入五一其实以我的这个意思来讲 为肺炎细舍 并不是我们这个眼睛去细化外面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看东西 我们的眼睛不会被外面的这个东西吸化 那事实上我们会被外面的东西吸化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看到好的东西 我呼吸 我爱 那个什么原因呢 下面会有解释 他说这个这都如张的非眼细舍 并不是我们这个眼睛 比外面的这个物质熟悉化 非色细舍也不是外面的这个物质 来引诱我们 来自非意式法 非法式意 中间这个耳根 鼻根 血根 身根 这个神经 响经 响经 味经 促经 这四个就把它整间剪掉了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说 来自 就是说到这个寄留意识 就是我们的心意 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心意 比外面的这个物质所吸化 也不是外面的这个物质 来吸化我们的心意 那是为什么被吸化 下面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因为中间有贪有贼 主要这个原因呢 本来我们不应当受吸化 比如世间的事情 这个策略不是我不要嘛 对不对 你假如是不应当以后 你属于应当裁判 你去探求 你就不要生贪心了 我看到好的东西 我不会生贪心 我听到好的声音 不会生烦恼 比如这个声音 人家赞美我我就搞定 人家骂我我就生神 心里就生成根 表示你这个违背外面的境界 说实话 你假如说我不在乎 或者说我这个人 我不要去自教 你就没有烦恼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会受这个吸化呢 他讲的在这个中间 就是当我们安静看到东西 耳朵听到声音 鼻子闻到香 吸上到味 神这个基础 出家 心里面知道 种种你这个东西的 你这是个心 你甚至是天心 就是天求心啊 我看到好的东西 我或者听 我或者听人家赞美 我或者吃好的东西 我或者闻好的香 我或者享受做好的器材 阳房 好的器材 阳房是属于出家 你叫做个好器材 我代表我的拍头 代表我的这个机位 吃着器材 你好的器材 不好的器材 你能开就好了 但是我们众生就讲 我一定要做好的器材 对不对 因为你生了天心 生了有哀诈的心 有诚恨的心 你烦恼就生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并不是这个 我们的六根 比外面的境界出发 也不是外面的境界 来出发我们的心里 而是我们众生 不好的是要省求天悦的心 所以这个中间就这样 因为中间有天悦在 这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许比是也 你生起天心 也就被外面的境界所说话 你看到好的东西 我呼吸啊 我爱啊 希望变成无力 我听到好的声音 我这个声音好听 人家骂我了 我心里生不好的 这个诚恨心 你烦恼就生起来了 天心 诚心 愚痴心 不就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好的东西 听到好的声音 生天心 看到不好的东西 听到不好的声音了 吃到不好的东西了 你生诚恨心 所以我们众生就是 贪心 诚恨 还有一个愚痴性 就是对事物的不了解 这个是我们 产生痛苦 烦恼的由因 上面一讲啊 我们这个六根 并不是 不会被外界说实话 外面的这个六种形象 境界也不会释放我们 那你有什么理由呢 他现在举一个例 比如二流 一喝一泡 家与爱阳 游人温言 为何流是泡流 为泡流是河流 为灯温泡 现在举一个例子 现在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赌道路长者 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 比如有两条牛 这个牛是一喝一杯 嫁以为阳 就是当这个牛啊 比如凸车 或者耿舔 我们比如说 这个东西种了 你要用两条牛 三条牛 或者用两匹马 三匹马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才能凸得动 当这个牛啊 一直抱牛 一直喝牛 它嫁以这个 二阳 二阳就是这个 在这个牛的这个景步啊 就叫做 我们叫做 其实就是二了 就是这个 像一个这样的 你都刚出来 以后这个牛向前跑 就吐着这个车 嫁以 嫁就是这个 就是嫁这个二了 在这个牛的这个景步 有人问言 就有人问 我们 为何流是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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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条牛啊 一起这个 加起这个材质 这个耳机来 图这个材 是何流是不流了 还是不流是何流了 所以我们说 一旦问破 你们是怎么样介绍呢 代言 这个就是这个 这都路张哲 张哲 废书文艺 代言就是这个比丘 比丘门大 长崽就是人家的道路长崽 非等问 这个问不是 不要问 所以在乎 非河流是保留 两条流一喝一杯 加上现在图这个菜 加上这个二 不是河流是保留 也不是保留是河流 硬毙一样是知识解 但是呢 现在讲不是河流影响这个河流 也不是河流吸这个保留 但是呢 你能够当你这个两条流啊 种这个二了加起来 它就产生这个吸发的杂用 就表示不自由了 有烦恼了 你又一定要 你加上的要涂菜啊 也就是说 我们人这个众生 生坦业 生诚恨心 就是比这个坦业 诚恨心啊 所吸发 你假如说 我们了解这个外面的境界 这个好的东西不应当贪 不应当去挨挨 不应当去执扎 特别是我们语无这个 不是我的这个东西 你不要去填求 你就不会受吸发了 外面的东西也不会隐忧了 就是语实觉之间 如是卷在飞眼 细色 飞色细眼 来自飞意是法 飞法是意 因此中间是天 又天时期细眼 如是 就是像上面这个解释的一样 语实觉之间 就是咖啡比丘了 这种语实觉 飞眼细色 并不是我们这个 眼根 比外面这个境界 种种物质所吸发 也不是外面的种种物质 吸发我们的眼睛 来自意根 就是我们这个六根之中的意根 来自飞意示范 也不是我们这个行意 比外面这个种种的物质 所吸发 也不是外面的种种 这个物质 来吸发我们的心 但是呢 假使在这个梗通经 就是六根与这个六经 相接触的时候 比如我们 耳用身 当你这个两个接触的时候 你中间神之天心 神之 欲天 欲就是一种妖望 对这个物质的这个好业 举求 天就是天心 你假如这个你神之妖望天心呢 就被释放了 就被释放了 也就是解释个 这个主要是解释个 我们这个六根 是比我们俗用 利用的震荡呢 去产生利益 利用的不震荡呢 去产生痛苦烦恼 去等于是解释 这个名利采为种种意外一样的 我们要物质享受 最简单的 处划待饭 你也一定要去做 你假如你酒酒太苦了 你就产生痛苦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也要有房子住 你房子再假如能避风雨 能够保浪欲寒就好 你假如说你要豪华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去坛求 你去生痛苦了 你觉得哎呀 人家都住好房子 我住这个普通的房子 你去生烦恼了 所以四件事情 其实你不应当贪扎的 你去贪扎就生烦恼 所以讲的就是说 我们人这个六根 并不是比对面的这个境界所释发 释发也不能引诱我们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众生 生贪心 生诚恳心 所以引起种种的烦恼 是这道路 正在我们祖上 就诉说 呼吸 虚实 照理而去 当这个佛徒 把这个经讲完了 好在嘎尾比丘这个集会讨论这个事情讲完了 这道路 掌测 听了这个嘎尾上诸比丘解释 听了这个佛法以后了 非常的呼吸 以后了 这个顶礼 其实是谢谢了 照理而去 这是这一部经 所以我们这一部经 主要是讲的我们这个六根 对这个六经 当我们六根 拥起这个六经的时候 最主要的不要生贪心 不要产生不种种 不正常的愿望 你讲我们六根拥有六经的时候 你甚至贪心 我看到好的东西 听到好的声音 闻到好的香 伤到好的味道 生起种种的境界 心里面想到种种的东西了 你生天然的心 你就会产生痛苦烦恼 如果你不比这个外经所吸发了 就没有烦恼 所以这部经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经主要是讲 我们六根同六经 不是眼睛 比外面的物质属住油 也不是比外面的物质吸发我们的眼睛 来自质疑吸发 也不是我们心意 被外面的种种吸发 也不是外面的吸发 吸发我们的心 主要的就是在中间 我们生起这个肉质 生起种种的愿望 或恬求 这样的痛苦烦恼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人要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这个不正当的愿望 我们人都呼吸不持享受 你股份需求了 你就会生烦恼 生痛苦 佛教讲啊 人要克制我们的愿望 你能克制我们的这个愿望 烦恼痛苦就减少 甚至于没有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